念佛人绝对不是有口无心 口里念佛心里大妄想没有用处 念这句佛号 我心跟阿弥陀佛的心一样 愿跟阿弥陀佛的愿一样 把四十八愿变成自己的北愿 这是真真念佛人 我们心上要有佛 心上有佛才叫做念 中国文字是很有智慧 这个念字上面是个经 下面是个心 现在心上有 这家念不是过去心上有 也不是未来心上有 就是现在心上有 现在心上有佛 这家念 心里正有佛 佛无在墨心 是心是佛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你心上真有佛 你对真成功啊 心上墨有了 口里念没有佛 喊破喉咙也枉然了 你口里念佛 心里想贪嗔痴 那个不行 那个还是要躲上头的 心里头真有佛 心上除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叫做念佛人 这样念佛一定 这叫做念佛 这种念佛就是一天念十万声 也枉然了 口里念佛了 心里念真的有佛 除佛之外 一个忘念动物 那就想念 所以一定要做到 静一念相识 静一静心 没有第二个念头在里头啊 从早到晚 厨师带人节悟 决定要叫我这个心静 清静 平等 在一切境界里面 训练不起心 不动力 不分别 不知足 第一个念头起 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 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这叫福烦恼 这样的功夫才能磨碎 这是凡身动静度 我们叫做功夫成片 就是这个意思 功夫确实成一片 烦恼没有断 但是烦恼不起心情 这句佛号决定管用 能把烦恼付出 能保持心地清静 我们的运行更切 我决定要到极乐世界 我这一生心里都什么都没有了 就这一桩事情 除这一桩事情之外 统统放下 没我的死 眼前我要做的就是念福 出身念不出身念都一样 出身累了摸你 心里的你 佛号不要间断 这是真的 佛号要一间断 烦恼业障就先进 持明念福 就是念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用这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把什么都放下 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念 就念南无阿弥陀佛 果然真的放下了 真的所以一门神父 尝试寻修了 念上个三年五载 得定 这个定叫念佛三昧 也是用念佛方法得到的 三昧就是成定 定到一定的程度 豁然大不 就开智慧了 智慧一开 就一切通达明了 你把妄想分别职责 统统断掉了 统统放下了 不再有这些东西了 心里头真正清静的 恢复到亲近平等觉 那个时候 转烦恼为菩提 转生死为涅槃 境界转过来的 用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把我们无量无边的 妄想分别执着 代替 这个就是念佛的妙法 念到自己 妄想分别执着 不生了 你的念佛功夫 自立了 功夫成篇 二六十种心里 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什么都没有了 功夫成篇 代替瓦森的 所以在一切法门里面 唯独这个法门殊胜 殊胜的道理就在此 其他的法门 要统统放下 这个法门的时候 一切的方向可以抓一个 这个叫代替瓦森 因为有这个法门 末法时期 一切众生都能得度 真是古大德所说的 这个法门万修万人寻 这是真点 不是假的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 懂得方法 世年统统放下 夜心痴迷 求愿瓦森 没有一个不成功 整理属于 坑 关注 良心事 改手 世年纪 优优独播剧场所